hello 大家好 嗨 我是小游 你是老游 你是小游 我们现在要去一趟交通局 今天约了去换ID 这个驾照到期了 这个换驾照呢 需要带什么证件呢 我跟大家导咕导咕 大家如果以后要换ID 或者是办ID的话 就有个参考 第一好像是要带你的 反正全部都是身份证明 第一是要证明你住在这个地址 你要出示水电费账单 或者是你固定付款的一些账单 或者是银行的对账单也可以 就是这个对账单上一定要有你的名字 然后呢跟你这个ID 跟你ID上地址是要相对的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身份 你比如说你是绿卡 或者是你是公民身份 就是体现你身份的这个信息 第三个是 设安卡 对设安卡很重要 设安卡还得带原件 复印件还不行 平时在美国好像设安卡用不着 就好像平时很少用设安卡 一般情况下就报设安号就行了 但是这个8ID呢一定要原件 美国的设安卡呀 它是说是一张卡 其实就是一张纸 这个纸吧很容易破 所以我们平时很少拿出来 然后就是你现在的这个ID 你现在的这个假招 就是好像这四样吧应该是 好像到现场应该是要检查视力 好像是 我看那个网上是这么说的 不知道照片还要不要重新拍 就是一会再看 我上一次第一次办ID的时候吧 我就把我的身高给写错了 当时来的时候对这个英尺英寸都没概念 我少写了10英寸好像 反正是我矮了有10公分好像 我应该是1米76 后来一算好像才1米66 我还能不能一算 这几年好像长不少 所以当时填的时候吧 去的时候呢没准备 第一次去办ID的时候是现场填的表 当时一换算手机临时一查也没查对 足足给我少了10公分 这次看看能不能改为了 就是表格呢 我就在网上下了 在家里填的 我好好的琢磨了一下 这个英尺英寸 我就算了一下换算了一下 这会应该是对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给我改过来 里面还有一个要填眼睛颜色的 我们的眼睛颜色好像是应该填那个brown 是棕色 颜色 蓝色 他们有蓝色的好像是吧 妈妈要戴美瞳就变成蓝色 美瞳就是让美睛眼睛变好看的那个 隐形眼睛 但是他们老伴有眼睛是蓝色的是吧 有没有绿色的眼睛 有 有吗 有 然后钱好像他说是六十几到一百多少 但是具体的不知道了 一会儿去看看有多少钱 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交代一下 介绍一下 还有就是 其实去预约的时候可以在网上提钱 到各个州的这个交通局 我们就是纽约州嘛 到交通局的这个网上提前去预约 这样的会比较清楚 有时候你要去了 东西没带全那也挺麻烦的 而且这些材料他好像要的都是原件 他就看一下看一下就还给你了 什么 过期就不能开了 过期警察要抓到你的话那你就 你就麻烦了 马咪好像快要过期了 马咪没多少天就过期了 他们上面有写 对啊这个那个我们的ID上有日期的呀 那么 你要是不伪装你要是不犯规警察不会查你的 但是万一你要是碰上警察了 警察一敬礼 你就得出示驾照 你看哎呀过期了 真的呢 你这黄衣服怎么好看呢 还有我们这一次就是换驾照啊 就是我们要换一个real ID 原来就是驾照嘛 就是现在好像新的一个规定 如果说不是real ID的话 坐飞机好像就不能用了 如果说是real ID的话 就出入加拿大跟墨西哥边境 好像直接拿这个ID就可以了 好像进入什么联邦大楼 他当时要你选择的 说你是不是要进入联邦大楼 是不是要出入这个什么边境 加拿大墨西哥边境 real ID就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ID 这好像不行 坐飞机从10月份开始 好像坐飞机就已经不行了 这是好像是新的一个规定吧 所以这次就正好趁这个换这个ID 直接就给它转了 这会儿应该是下班高峰吧 今天星期五啊 我们今天约的是最后两个 约的是一个五点 一个五点一刻 其他时间已经约没了 这个是高尔夫球场啊 那就是咱们那条路 那边那条通道咱们那边路的 川普在这儿吗 哈哈哈哈 川普啊 川普不是都要打高尔夫球吗 乔夫球啊 湾 Mann 川普啊 怼呢 你知道吗 哈哈 臭 belle 嘿��고 叫拜多 叫拜多的敌人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让他进去啊 这是对的 刚找的地方 这都不行 这都是曾经的车位 好了我们已经到了 前面好像没有几个人 反正是约的时间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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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好了 办完了 办了一个多小时 他并不是按照约的时间来的 他约号就是为了控制人数 还挺顺利 他问我 我不是身高改变了吗 他问我是不是这个身高 我说是 我说那个是错的 那个身高足足给我少了十几公分 80块钱 换这个 80 好了 现在办完了 我们现在去吃个饭 我们去买一点 susie 你等会妈妈给喷一下 稍微打开 你们口罩再也别摘掉 一会儿我们去那个susie店还要用呢 不是 但是闷的行 susie店在带带 那妈妈给喷一下 好 这一手背也搓一搓 你给我也喷一下 两只手搓一搓 然后我那个办事的那个 他好像是个新手 他老那么明白 他拿着我的那个这个这个卡吧 他去老的后台去问 新手就是个新的 就是 你有那个地址吗 就回家就行了 就不用打 回家就行了 我先把这块线走出去 口条先摘了吧 刚才 刚才不是 拍一个照吗 拍一个照 你拍照的时候就是太搞笑了 拍照吧 我站反了 我以为他让我面壁呢 他让我站了 结果我 后面是个白抢 你真厉害 我是真的白抢 我说怎么到你呢 人家说那么多话 你又要你这样 又要你那样 我想怎么科技高到这样的程度了 我说这都白抢就能拍照了 我收了了 结果一开始站反了 然后拍照还得把眼睛摘下来 口罩摘下来 说口罩还在搞笑呢 上次我看到有个新闻 是在哪个华盛顿州还是在哪个州了 所以有个人去拜这个ID 说他当时不是那个疫情很严重吗 他又带了一个口罩 拍了一张带口罩的 结果带了 拍了一张没带口罩的 结果给他寄来的ID是带口罩的 你不要搞笑吗 后来他 就跟他们去商量 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员工犯了错误 你知道 我当时我就在想 我说这技术高到这种程度了 这一块白板就能够拍照了 哈哈哈哈 啊 我们到这儿去买了一点晚饭 这是一家 sousi 是个自作餐 但是呢现在好像 可能不能自作了吧 应该就是打包的 去看看啊 这自作餐打包怎么打呀 随便拿呀 哎呀哎呀 撞一下 哎呀撤死了 看棚子 这个小孩 哈喽 各位吗 嗯 我们想打包再走 捡了吗 没有 这里面还有 不少人在家吃饭呢 新生大 哎这家店竟然是中国人开的 这样离我们家很近一直没来吃过 原来以为是日本人开的 结果是中国人开的 我们在外面等20分钟 这会儿还有这里面堂食的 这心也是挺大啊 老外 基本上都是老外 中国人好像 挺少的在里面吃饭 啊不需要了 摘了吧 一会儿爸爸去去拿一下 不需要了 爸爸 你爸爸 餐回来了 嗯 好啦要开吃啦 吃火